黑人那时候就根本就是个 根本就是个屁子 十字人带刚好打坏 满脸都是豆子 小胖子 做的墙角 问他你要做什么 随便啊 你想进去圈子吗 也可以 你会唱歌吗 还可以 你会演戏吗 没演过 那你做外景可不可以 不知道 那时候还有一点 求心的这种Q 就是也跟老爸讲说 我很快就会离开娱乐圈 因为我要回球场 然后他给我一个 我觉得很深的比喻 他说你 那个我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 那个是 那个故事的比喻呢 也给我重重的一击 他讲的好像真的 不是你说不可能打了 你身上代已经不能断了 不能打 我断两次 然后我又就突然间听完我陈述说我还想回球场这件事 他说宇宗欣装说你这个 就像清朝表演的孩子 从小立志就进攻当太监了 突然间夏天决心 那个晚上宝贝割了 隔天民国了 他说你就好好跟我在身边学个东西 他说卷称吃饭多户碗筷没关系 但是可能没办法大富大贵不保证 但是至少还有饿不死的机会 我说宗欣